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门行录过程分有件塑形行录和安置塑形一门行录过程 然后在安置一门行录过程里面 有听到如何入禅兵 还有就是如何圣户涅槃 我们都已经完成了 那么完成完之后 我们也有提到安置当中的关系 所谓的安置当中的关系 意思就是说 你本身是得禅兵对不对 那在这个禅兵里面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 在《御戒散经》里面 有就是喜跟舍的 《自强经》肯定全部是自强经的 它有分喜跟舍 那么如果是《御戒散经》前面的一些骗座进行随身种境 它是喜剧 那么后面体验到的 定也是必须喜剧的 比如说出场二场三场四场都是喜剧的 那么如果你的是舍去自强因 在骗座进行随身种境 那么你一定体验的是第五场来的 那同样的 就是如果你的骗座随身种境 那您体验的是属于 就是喜剧自强因的心的话 那么你体验的涅槃本身 也是会喜剧心来体验到涅槃的 那么如果是舍去心的话 也是有舍去心体验涅槃的 这样子 所以这边各种复杂的关系 在上一堂课就会被提过了 好,那我们在这边 今天就是进到去 毗所缘子定法了 好,来部学我们就可以去到毗所缘子定法 从工学翻开161页 就是在书的部分161页 好,我们可以先看看白板 那毗所缘子定法 好,那在我看还是 就是为了确保同学 有真的涅槃把握好 因为这个第四章是蛮重要的 他对于修道上建立蛮大的信心 原因是因为他对于陆钉 还有体验涅槃 交代的非常的清楚 我相信来学试任的同学 因为性格上都是重细节 而且是需要明确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掌握得越好 对你其实是正越有利的 好,来同学,这个图里面 就是这个缠纳里面的 这个钝根的部分 请背下来 然后这个倒果 也背钝根的部分 好,你背好了 可以表态 同学可以开始背中了 好,��를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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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的 他文章我有读过 他文章我读过蛮有深度的 我可能未必有去得到 你有机会问他 你问他看 因为你有读过深度 你问他看 看他有没有认知上 在北纯的东西 有类似的 他是英文 我本来有一篇 我本来有一篇又拿来做教材 把英文很多人调剖我 我本来想开一堂课 就是他们有一篇论文我很欣赏 但是没有几个人可以有 除非那般英文就毕业了之后 够人多我再开了 他这个文章我记着 我全部差不多画完重点 我很喜欢 有机会你遇到他 你告诉他 你说有人很紧张 他特别有人紧张 OK 看有没有机会去得到 会比较难一点 因为我都忙到我那个时间 这样子 OK 好来 那同学就告诉大家了 那么如果是你学懂这个 那么面对过后的认识 面对不一样的对象 参学 你要有这样子 不同的精态和准备 那同学我们再看一看 好 顾问问就是 这边有提到 案子当中的关系我就不提 它的重要性 比不像刚刚的心路那么的重要 好 我们就看比锁员的订法了 在上场课里面有提到 好 然后比锁员的订法 还就是回到五门心路过程 同学可以看一看白板的部分 OK 好 比锁员的订法 就顾名思义 我们会针对 这个比锁员来进行讨论 好 那么这个五门心路过程 我们进入过程是在第几页 同学可以请放开你们 第148页 有一个极大所缘 就是完整的五门心路过程 好 同学请你把它背下来 最简单背下来 还有一门心路过程把它背下来 然后我们就进入比锁员的细节 后来有请同学 就算进入比锁员的细节 啊啊啊 就一直到处里面的行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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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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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位好了 还差一位同学 同学 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课程 那就是彼所缘之定法 来 同学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白板的部分了 好来 在这个彼所缘之分析里面 我们有提到就是呢 他说 当所缘是不可及等等 意思就是说 在上个堂课里面提到他说 于此 在一切情况之下 当所缘是不可及时 所申请的五式领受推度 必所缘 必是不散果报经 同学留意啊 同学留意啊 他想所缘不可及 然后呢 就是这些都是属于不散果报经 就是五式领受推度 必所缘 OK 好 然后呢 同学可以看一下留意啊 就是这里 你看 股市领受推度和必所缘 这些呢 都是属于不散果报经 同学留意啊 这里的确定 还有就是包括之前的五门转向 这两个是无因伪作性来的 所以呢 这两个exclude掉 我们不讨论啊 要记得啊 所以说 在这个行动过程里面啊 他完整的形成是 也缺失到无因伪作性在里面 还有就是无因果报性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他要你背啊 因为他这个东西你不背手 你会转不过来的 OK 好 你会转不过来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们转向 还有确定性 我们不讨论 我们就谈股市 股市 股市 领受 推度和必所缘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再继续看 然后呢 就是这里有提到的 他说啊 当所缘是可解啊 他们就是散果报经 出去看到没有 当所缘可解就是说 你遇到那个所缘是可解啊 上面他说 当所缘不可解 举个例子说 像美金 OK 美金如果是 OK 我举个例子 就美金遇到就是孙宇 那美金也遇到文昂 如果美金遇到孙宇啊 孙宇是属于不可解所缘的话呢 那么意思就是说 美金会讨厌孙宇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啊 那么美金的这五市 领收 推度和必所缘 都是属于不散果报经 那美金呢 就是和文昂很好谈 她喜欢文昂 那么她遇到文昂的时候啊 她是变到她升级的呢 全部都是散果报经 就是五市 领收 推度和必所缘 那么一样她说 如果所缘是即可解啊 推度以必所缘 这是乐句 同学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推度里面呢 它是有乐句 有舍句 然后呢 必所缘 必所缘也是有乐句的 这个你提到 好 来 问问同学 请问 推度星 这报文映星里面上了几个 好 同学 你头脑一转不过来 请你去翻 OK 推度星是在18无音星 就在 chapter number one 你要马上有印象想到 那个图18个星那边 把它找找看 你确定的话 你可以马上回答了 有几个 你被不说没关系的 对 我没有人翻到了 你马上翻到了 再可以举手 你一定要手机翻 好 我们现在一位同学找到了 其他有谁找到 顺语找到了 OK 终结找到了 记得在第一章18无音星有一个图 你看推度就知道 你会看到推度里面有乐句 对不对 它指的就是哪个了 OK 推度星是很特别注意 很值得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在第三章 最后的概要发现 推度星虽然是无音星 可是它的作用 非常的多 所以特别留意的 大概第几页 终结你找到是第几页 25页 25页 25页了 不许你们跟书本 就是25页了 好 正请有找到吗 正请 OK 苏如找到吗 世面有找到了 OK 好 你们找到的 你们都知道一下 好来我们开始再继续谈了 OK 好来 再看一下 这边它有讲 所以推度呢 这是乐句 因为我们找到 原来推度本身 有乐句 也有死句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 它说 命者 关于这点 在乐句 是围坐 素心之末 生起的彼所缘也是 乐句 在死句 围坐素心之末 生起的彼所缘也是 死句 来我们了解一下内容 好 当所缘是不可及时等等 有分三 所缘不可及 中本可及 而即可及 那么阿比达摩论里面提到他说 所缘本质的差异 在于所缘本身的自信 他一直讲 那个所缘本身是有自信的 他不因为你的体验 而改变他的自信 所以 当那个所缘是不可及 就比方说 刚刚讲 美琴就遇到 就是 顺与 所以不可及所缘 就是说 他本身 就是说 他本身是不可及的 他本身有个自信 就是说 他本身 就是顺与本身 他有他的自信 他的自信是不可及的 不然他本身自己也有自信 他是可及的 对美琴来说 你的内心 本身的偏好 是改不到他的 你遇到他的话 你遇到顺与 你肯定trigger出来的 全部是属于 不可及所缘来的 就是 不过就是那些 武士 武士领兽跟 推都和彼所缘 都是不善的 那么你遇到文案 肯定是善的 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 他说 论里面是这样子讲 看到没有 他说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说 有颠倒想的关系 所以变成了 所缘皆依本身的自信 OK 他说明 比所缘的状况是这样 他说 可以根据中等友情 去区别所缘的自信 是可及 还是不可及 那这边他有个standard 他说了 就根据中等友情去区别 所缘的自信是可及 还是不可及的 他讲 人们会体验到不可及 可及即可及所缘 甚至以过去式阅历所决定 所以那边已经 你遇到他 你遇到孙愉 你会遇到文案 这种是过去式阅历决定的 他就这样讲说 所以他讲 就是当你遇到他 你的阅历就成熟 那么那些不善果报心 就是武士之一 领受推都比所缘 自信 会符合那个自信 然后申请起来 完全没有造作的 那你遇到文案 你申请全部的果报心 都是善的 那也是因为过去式的业力造成的 所以他意思是说 他们所缘有自信 那这个自信本身 因为过去式的业力 而让你遇到 然后就trigger出了 刚刚所讲的武士领受推都比所缘 还是善或不善 来符合这个这个你的业力的因缘 可以好吗 如果这个讲 就是做企业的 嗯 所以听到我 如果对他 我都不认识他 我会 看他有时候 嗯 可能会等几个 嗯 不可以 嗯 嗯 ok 阿比达玛他这里 告诉你 我等你意思 你意思是讲是 ok 你遇到美情 ok 你的意思是说 你遇到美情 你根本不认识他 怎么会说喜欢不喜欢 对不对 你的问题是这样 如果他没有认识他 对不对 阿比达玛这边交代说 你遇到他自动 你会因为过去业力的缘故 而造成喜欢和不喜欢 就举个例子说 我们班上同学那么多人 有些人有缘分 有些人没有缘分的 包括有些人生三四个小孩 他会有一生出来 第一眼一看 他会特别喜欢某一个某两个的 有时第一眼就已经产生了 所以还没有看到他的镜子 我们只就是说 你几个你看你第一眼看到 你就已经开始 他本身过去是这个业力 而造成你喜欢和不喜欢 所以他这边的exemption 是要这样子的心得通 所以如果你是说 不可能的 应该还要接触 因为你的这个问题 一定要进去后面的塑形 才有办法解决 因为他把它错开来 太好谈了 所以现在谈必须人的定法 你先记住他先 他其实他理论 我也觉得有点问题 我在这个里面讨论 我们遇到的问题 因为你已经发现了 我其实等你们问了 你们一定要问 因为我也觉得有问题的 因为过后你们以后做lecture 还是做什么 一定知道哪里有问题 OK 就暂时先 然后过后 我到那个 他那个 书行的所有的奖 一起 一家里会告诉你们 OK 如果我发现这问题 是提议 其他如果有同学 你也觉得不大妥的 欢迎你提出 我希望你可以找到 我跟开音法是觉得不妥的 OK 好 我们继续看 师傅我也有一个问题 来 请问 听讲 就师傅刚才举了个例子 就很像我看到一个人 我会不喜欢他这样子 是因为他本身的自信 嗯 像 可是这个明明就是 我的偏爱的故事 怎么会是讲 怎么会讲是他的自信 如果讲是 如果讲是他的自信的话 只讲每个人看到他 我们都会讨厌他 才算是他的自信 不是这样子 哦 OK 他是这样子 在阿比达门论里面 要去理解他的角度 他的角度就是 他有自信 但是他的因缘是和你有关的 他的意思 他要说从他 我会有这样子来说从他 你明白吗 你看 刚刚我们举例子 美青看到孙宇 就是过去是业力的缘故 所以孙宇是属于不可及所缘来的 但是孙宇本身有自信 但是他这个自信 却不决定性的 对于永心来看 永心遇到孙宇 孙宇你去走一下 OK 孙宇去走一下 OK 可能孙宇对你来说 却是属于可及所缘来的 那么你遇到他 他就过去是遇到他的缘 过去是你跟他接着善缘 那么你遇到他的时候 他就成为你的所谓的可及所缘 当然你可能会问 你不是刚才你说吗 你给自信的话 一个却不一样才对 对不对 就是刚才你这样问 那这样的话 不是有矛盾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的问题来的 因为 对啊 但是这个 我跟开门问题是有个不好的诚实 他说他也了解我们的问题 他比所缘上这个说法里面 他比较难说服人 因为我们具体例子 比如说哪个钻子 那钻石可能对我们男性 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很喜欢 对不对 你说这个钻石本身 如果他有自信的话 那么拿钻石 敲一下美心的头 那他怎样会喜欢他 如果他有自信 这个自信会不会变 那么给我们两个的话 这个自信是这样 哦 是属于算不可惜 我们不特别喜欢他了 那这个自信还可以再变了 所以他会有一个老等的地方 是 好 那这个无所谓 同学你们已经找到问题 很高兴 就是至少你们也发现这个不妥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下去 再谈他这个塑形的定法 看看那个定法和他合起来 会不会更加理想 这样了 那目前就是 矛盾也出来了 就是说 东西有自信的话 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啊 很简单就是 你喜欢不喜欢一个东西 好像离不开片号 对不对 就是刚刚永信跟我来提的都是 好像你离不开片号 不可能有自信 有自信是一个很奇怪的理人来的 所以他会靠不住了 OK 来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把它完成它 那 如果完了之后 还是 还是觉得没办法捧的话 就唯有由的它 好 同学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入 今天的信之内容 好 反之 好 好 来 反之 不散火爆心 除了 乐剧 甚至 体验即可喜所缘的 乐剧推度 与乐剧 比所缘之外 它们都是捨居 当目标是不可喜所缘时 执行 比所缘作用的 肯定是不散火爆心 不散火爆推度心 对于众等可喜所缘 执行 比所缘作用的 是捨具散火爆推度心 或是种捨具大火爆心之一 对于可喜所缘之心 比所缘作用的是 乐剧散火爆推度心 或是种 与其他火爆心之一 因注意火爆心是由所缘的自信决定 但素行事则不是如此 而能依照 体验者的性格及内心倾向变异 即使当目标是即可喜所缘 素行也可能是捨具善心 或捨具不善心 例如 在见到佛陀时 多疑者心中可能会升起 以相应不善心 而在见到美女时 禅修的比丘心中可能会升起 十极致相应善心 甚至 甚至 可能对于可喜所缘 升起优惧症 会相应心 再者 对不可喜所缘也可能 也有可能 升起一般是遇到何喜所缘才升起的素行 所以 受虐待狂 能够再遭受身体 如处时 升起月季条更新 而禅修的比丘 以月季之日相应 善心观想不让你 的实施 好 感谢你 交换最大 在哪 其中一次 你所心想不把您说 一以上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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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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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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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他说对于中等科技所缘 那事情比所缘的呢 是属于舍去散果报推渡星 或者是四种舍去大果报星之一 要么就是舍去果报星之行 要么就是舍去大果报星 同学他是他的感受啊 一样的从所缘那边来做确定的 他跟所缘是相呼应的 那如果是即可起的话呢 你看果报星之后推渡星就会是跃距的 然后呢就是呢 他大果报星也是跃距 所以他是呼应的 他有这样子的规则不一定好 好来 接着下一位同学 这个后面谈的就关键 他讲果报星之行决定 塑星星就不舍了 同学留意 他讲啊 在这里就是股市 领受 推渡等比所缘 这个全部呢 都是和过去是遇到的那个业历 过去是善业不善业来决定的 但是塑星星却不是这么不舍 他讲塑星啊是可以变的 如何变呢 他讲啊 很有可能就是你遇到即可起所缘 因为刚刚所讲啊 如果是按照他的定律 目标是即可起的话 塑星应该是属于 喜剧才对 喜剧才对 但问题是啊 塑星却可以变成舍剧 甚至可以变成不善业 他举个例子 就是遇到佛陀 佛陀本身是 虽然说遇到佛陀应该 在百日来讲啊 应该是过去是很好的商业 对不对 那么遇到他的话 百日来说 应该我们应该是升级 持续心才对不对 不一定啊 所以其实教徒看到佛陀应该 可能看到是摸来的了 好像就合理对不对 因为对他来讲呢 看到是摸 所以就是啊 塑星星是他可以去到很极端的 虽然是一个极大可起左右 OK好 然后呢 所以他就举个例子 他说佛陀啊 遇到佛陀啊 座位置的证据是不善业 明明遇到佛陀应该是最真理会的 却可以证据是不善业 这样的话 在这个塑星定法里面 他就很logic 所以其实这样的文案啊 还有就是有经题的例子 其实是一定有困杂到这个 塑星的影子在里面了 塑星 因为这样的情况还比较logic的 好 所以我们会提到这个 那么一样的 对于不可及所缘的话 我们也可以自己可及所缘的 那举个例子就是涅带狂 涅带狂啊 他身体很痛给别人打 但是他是enjoy的 对不对 好 然后一样的 虽然事情是腐烂啊 这个属于不可及所缘 但是啊 你依他来禅修 修到欢喜就出现 你是喜剧的 OK好 所以这样看来就合理了 所以这样子讲什么呢 我只可以这样子说了 对谷暴行师 你很想说来哦 他刚刚那个定律就是呢 他谷暴行的身体是非常的快速 应该是一般上 我们不大可以觉察得到的 我们的塑星是非常快 来取代就是他的鼓暴行的 就是鼻所缘的定律 只有一个情况 鼻所缘的定律 我们可以明确发现得到 就刚刚我 我勉强举着一个例子就是 比如说有些人 他有三个小孩 他第一眼看那个小孩 第一个大二个 他就很喜欢 他没有看到他行为的 第二眼看了也是这个小孩 那他就是不知道什么缘故 他不喜欢 我看鼻所缘的定法 只可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可以明白了 但是一旦 他们一长大 他有性格了 虽然是说 第一个你第一眼看 小孩很喜欢 可是他老是 就是不好教 你可能一年两年三年 到了第四年 你开始 你不喜欢他了 这个是果报 也被事情而改了 那第二个虽然说 第一眼看到 你也不太喜欢 可是十年以后 你发现原来 他才是真正最爱你 最爱的人 最孝顺你的人 他会看到 你本来的果报是这样的 但是 你又改成喜欢他了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关于这个 鼻所缘的定律 这自信的定律 你有一个情况 可以用得上 那就是 必须就是这种第一眼的演员 那第二 关于自信不变的定律 有办法 有办法 因为他一定是 变的 有说这个大儿子 跟二儿子 我举个意思 是美清你的 我给自己的自信 你遇到他自信 当然 问题就是在于 你老公 你就看到这两个这样 如果他是自信 是固定的话 白了你先生 应该也是一样 是这样 但他偏偏是不一样 所以呢 就有这个东西 是勉强说到 比较难去说通的了 因为他阿比达玛的东西 我们也不敢教权他 他们累到的人 也不是 不是很 就是说他们是应该有深思熟虑的 我只是 只是当作是自己 我们 就是可能 commentary sub-commentary 看得也不够多 那我们唯有假设 他可以成立 唯有用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也不敢 他不随意推翻 因为我们对他的sub-commentary 很多东西 也读得不够深入这样 所以目前就到这边吧 阿同学 那么你们留下这个问题一诗 过后以后 再读到一些北传 相关这个课题的 或者是以后 这位文案是能广泛阅读 还有其他的同学 永静 和中杰都广泛阅读的 有没有读到这个 就可以把它去 把它补给他了 往往这些东西 都要依靠别的经论 和未来的反应出来 还可以补给他圆满 所以你就记得了 这个例子是可以用 初次见面第一眼人 来给他立出 这个比所远至今的一个问题 好 好来 接下来我们再看了 另着关于这点等等 请立文读一读 另着关于这点等等 这段指出 并不是只有国报星 与所缘相符 而是阿罗汉的 欲界欲界 回座数行星也是如此 当阿罗汉 当阿罗汉 体验极可喜所缘时 其数行星 是四种乐具 回座星之一 而比所缘 则是五种 乐具 国报星之一 该五星 是四个乐具 大国报星 及一个乐具 推度星 当他体验不可喜 或中等可喜 所缘时 生起的数行 是舍具 而其 比所缘 则是六种 舍具 国报星之一 该六星 是四个舍具 大国报星 及两个舍具 推度星 烈迪长老指出 上述 对所缘 和阿罗汉 为座数行 之间 关系的解释 只是针对数行是自然 而不是照做 的情况之下 生起实而言 在适当的作意之下 面对 即可喜所缘时 阿罗汉 也能够 激起 舍具 为座星 以及面对 不可喜所缘时 激起 乐具 为座星 对于该见解 爹地长老 引用以下 中部 根修席经 的经文加以证明 其正确性 于此 阿难 当比丘以眼看颜色 其实生起了可喜的 生起了不可喜的 生起了可喜意不可喜的 若他愿意 他能安住于体验可厌的 唯不可厌 若他愿意 他能远离可厌 与不可厌 两者 而安住于舍 念 与明觉 好 来 我们继续下完这两段 好 继续下 都会有 零 哪里 有志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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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罗汉的玉界伟一座星是在哪里 是89星的哪个狗狗 夫学是回忆看一看 夫学可以翻一翻 就在第一章的某一个图表里面看看 找到的可以马上表态了 见上见下 阿罗汉的唯一座 玉界唯一座星 找到可以回答了 见上见下 有阴玉界伟一座星 有阴玉界伟一座星 除了有阴玉界伟一座星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伟一座星 也是阿罗汉身体的呢 阿罗汉身肖星 阿罗汉身肖星 对了 同学身肖星是在十八无影星里面 OK好 OK好 身肖星是在十八无影星里面 那么呢 就是 围界伟一座星呢 就是在 under什么group呢 那就是 玉界的 有影伟一座星 那就是我们有 应该是 就是在 就是在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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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界星里面 好 OK好 同学在 chapter one 你看看 五十四 十八无影星之后 有八个三星 然后有八个果报星 然后有八个围座 那就是什么 八个围座来的了 OK好 然后另外呢 就是 身肖星 是在 十八无影星里面的 无影围座 无影围座 它跟什么呢 五门转向 一门转向 而身肖 三个是放在 一片的 OK好 好 那同学 有了这一个复习了 我们再回来看原文了 好 来 他讲的就是说 阿罗汉的玉界伟座 事实也是如此 他讲 当阿罗汉体验到 何己所缘 同学看一下 就这里这样 这里的复习呢 是阿罗汉的 玉界伟座 当他遇到 何己所缘的时候 接着下来 他说 五种月聚果报 他说 彼所缘 是五种月聚果报 星之一 几种果报星之一 那这五星是 那五个呢 四个月聚大鼓报星 一个月聚推动星 一样的好 有个月聚突兑星会出现 然后呢 有四个月聚大鼓报星会出现了 就是有几句 他主要是要说明 主要的重点 在瘦这边的工学留意 还是跟瘦有关 有一个伟座星是约聚 过呢 他体验到的彼所缘的定法 也是一样是约聚的 这是台湾盘的定律 那他说啊 如果是阿罗汉本身 你有可能遇到不可喜 跟中人可喜 所缘 你看啊 这个他有讲 阿罗汉呢 也会有古报 也会遇到这些所缘啊 是可喜不可喜的 那如何呢 他说对阿罗汉 他申请的塑星 是舍聚来的 因为那个 伟座星呢 有没有舍聚 同学 如果有乐聚的伟座星 那有没有舍聚的伟座星呢 阿罗汉本身 同学你再找回第一章 然后呢 就是八道三经 八道古报经 八道伟座星 因为你 你现在你转不过来 可是你的职业不够 阿罗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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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就可以回答了的了 课本一百一十四页了 到军 阿罗汉本身上有四个是喜剧 四个是舍聚的 阿罗汉本身上有四个是舍聚的 然后他讲啊 那么如果是这种不可喜 跟忠诚可喜 忠诚可喜啊 然后接着下来 彼所缘的话 六种舍聚 火爆星之一的话呢 该星 该六星是那些呢 就是四个舍聚 打火爆星 我们两个死去追逐心 一样,重点是在死去的部分 重点还是在死那边 同学,你在哪里讲这两个死去追逐心 如果是死去追逐心是几个? 是两个还是一个? 同学,如果你又头脑转不过来 请你再找一个死去追逐心的图 看看到底追逐心有几个? 几个?两个? 不对,你再看清楚一点 几个? 一个 几个? 死去的追逐只有一个 死去死去有几个? 两个,对 所以头脑有三个同学 死去是两个还是一个同学? 两个是三个 这就是三个 分学记得这是个细节 所以为什么这边出现两个死去追逐心 然后刚刚那边死去就是一个 所以头的是三个了 好 好,OK 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好了,他讲了 Lady长老指出 当时对所有的阿罗汉 唯一做塑形之间关系的解释 只是针对塑形是自然 针对塑形是自然的情况之下 身体适而圆 他讲,塑形是自然的 但是当座椅底下 同学留意 座椅 当你有座椅的时候 极可起的所缘 也可以变成舍聚心 不可起所缘 也可以极其变成跃距 为左行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对阿罗汉来讲 他面对尸体的时候 他可以产生跃距为左行动 因为阿罗汉有时候 他还讲 不经过 也是可以的 那么 对于遇到极可起所缘 阿罗汉也可以 自己舍去为左行动 极可起所缘 我举个例子 可能阿罗汉遇到他的父母 买乱应该是 极可起所缘 但是 因为阿罗汉的铁舍 他不执着 那么他还是让自己生起舍聚心 这样是OK的 那刚刚上面的 举个例子就是 极可起所缘 未生去舍聚心 就是举个例子 就是 基督教徒遇到佛陀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OK好 那这个下面一样可以用固定管 作为例子 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 他的定法 那么还没完毕了 那现在我们还要再多谈一个概念 叫做 额外有分 同学这个额外有分 就和我们尖尖的性格有关 你看到同学 如果你尖尖的性格 是很乐观派的 或者是你尖尖的性格 你是被观派的 但是我们的心 遇到所缘 你看到 如果是夜暴成熟 遇到这个喜剧 但是我的心 我过去是 就是说 我本来我的性格 本来都是被观派的 可是遇到可起的所缘 那怎么办好呢 或者是到一头来 我本来是乐观派的 可是因为过去事业里承受 遇到的属于不可及所缘的 那么过后又不能处理呢 额外有分 就是要解决这种 额外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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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不同感受的两种心 是不能前后紧接着升起的 但拥有这两种感受之一的心 能在舍尽心前一刹那或后一刹那 紧接着它的而升起 所以当塑形是幽级 曾根经时 若随它之后有皮所缘升起 该皮所缘必定是死剧 若没有皮所缘升起 只有在有分是死剧时 它才能随着塑形之后升起 所以对于结身心事 约记的人等等 对于有分是四种 约记大果报心之一的人 若没有皮所缘随着幽级 塑形之后升起 在塑形之末 就不能记着沉入有分 因为拥有两种极端的 两种心事不能紧接着升起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古代祖阿比达摩论师解释 其实 即使会升起伊刹那的死剧推渡心 作为调和树形的 优秀及有分的越兽 其时该心并没有执行推渡的作用 它引起一个 与该心路过程不同的目标 即任何他所熟悉的意见所言 而纯粹只是 为回到正常的有分流孤入 是特别的新名为 额外有分 好感谢您来提醒我们的套中节 好感谢您来提醒我们的套中节 old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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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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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